立法院第八階段會期開議前 國民黨中央例行舉行立法行政部門 議事運作研討會 國民黨主席馬英九 親自出席 座談會出現 有十二位立委可以發言 原住民立委 廖國棟 孔文吉 鄭天才 紛紛提出原住民族相關議題 廖國棟 以及鄭天才要求行政院會趕緊 核定延長不漏暴增化編為原住民 保留地的年限之外 對民眾申請的土地 還有一半的面積 沒有交由行政院 原民會管理 增化編原住民保留地的 執行率低 要求改善 民國77年行政院就同意台灣省政府去推動所謂的增化編保留地 只是因為它的行政程序非常非常的繁雜 程序很慢 所以一直沒有半程 沒有半完 所以才要延後 本來要延長到辦理時間了 本來七年年底已經結束了 當初吳院長在七年年底的時候 就同意說要延長 但是現在又過了九個月了 另一位孔文傑也針對今年的颱風風災 重災區都在原鄉地區來做建議 認為政府應該要好好重視原鄉地區規劃好重建家園的計畫 只要是颱風一來 大概三地向都是第一個 現在我們政府單位沒有一個單位在管原住民三地的橋樑 橋樑沒有 延民會也沒這個錢 農路也沒這個錢 四年五百億的原鄉動脈發展計畫沒有了 那我們農路沒有單位在管 所以我在這邊是不是建議 我們總統這邊針對我們原住民地區 是不是有一個原住民的一個家園的一個建設發展的一個特別條例 不過現場的政府官員沒有一個人回應立委所提出的原住民族相關議題 主要關心的還是目前電價 財政收支劃分法 以及公共債務法修法等議題 記者日南算了 阿璐特別是採訪報道